1492集 倘若他要是去了 就一定要把布城、百人图、胡秦峰、朱老四、春生秋满等人全部带上 否则就他一个人可能去也是白去 甚至就算他们这些人全部的去了 也可能是白去 而且就算他们能够救出玫瑰等人 也难以保证家中不会发生任何意外 今晚上那块血玉牌着实把他给吓到了 如果江炎要是碰到那个玉牌 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且现如今军情处里面 还有一个甚至多个未被查出的内奸 难道说江炎和母亲等人不会出事吗 但若是不去 那他可就真的变成无情无义之辈了 但说上次在长庆 他们被土为人围攻 要不是玫瑰 他根本没有办法全身而退 想到这里 林雨一时间心如刀割一般 陷入到了一种极其痛苦的两难境地 一边是自己的家人 一边是自己有恩的莫逆之交 甚至也是亲如家人的存在 他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抉择了 既然一时间抉择不出来 林雨索性懒得去想 直接闭上眼睛睡过去 打算等第二天和不成百人图 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再商量 林雨这一觉 便直接睡到了第二天中午才起床 哎呦我说家容 你一早到晚忙什么呢 昨天一天没见到女人 今天一觉又睡到现在 李肃勤从厨房端出果盆来 看到林雨之后 有些埋怨地冲她说道 你呀 赶紧做你的饭去 沙发上将近人 冲自己的老婆呵斥一句 一边兴致勃勃地把玩着 周辰刚刚送给她的白瓷 单孔鸡罐壶 一边说道 咱家家容这种人 在外面那是办大事 那岂是你这种家庭妇女 可以理解的 妇人之间 爷爷 不许你这么说奶奶 就是 小心奶奶不给你饭吃 这时 坐在一旁看电视的家家和尹儿 奇奇冲将近人喊了一声 今儿周末 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没上学 两个小丫头 相比较从前长高了不少 而且也越发漂亮聪慧 眼睛中透出一股水淋淋的朝气 好好好 爷爷不说了 爷爷错了 爷爷不敢了 江近人笑呵呵地 冲两个小丫头说道 眼中满是宠溺 虽然这俩孩子不是江近人的亲孙女 但是江近人是一直拿他们两个人当亲孙女看 老江 你还以为这儿还是在青海呢 秦秀兰坐在餐桌一边摘着菜一边笑着说 在这里光这俩孙女就制住你了 是啊 不过对孙女制高兴嘛 江近人笑呵呵地说道 接着撇了一眼淋雨 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你要是再给我添上一个孙子制我 那我这辈子圆满了 江颜怀孕的事情暂时还没有告诉江近人他们 就叶青梅一个人知道 所以江近人他们还不知情呢 林雨笑笑没说话 看着这一切感觉无比的温馨 无论她在外边刀光剑影还是血雨腥风 好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家 都有这么多的家人等着她回来 而她也暗暗地发誓 就算拼尽自己这条命 她也一定要呵护着他们永远安稳无忧地活下去 妈 我今天中午不在家吃了 你们不用做我的饭 林雨一边换好鞋就往外走 这孩子又不在家吃 亏我还做了她最爱吃的烙饼 她关门之前就听到最后一句丈母娘的唠叨 嘴角不由浮现出一丝幸福的笑 耗费了这么长时间和如此多的心力 终于将荣鹤叔这个中医败类给除掉了 实在是有些可喜可贺 林雨便想着带栗震生和布承他们 去上京最好的酒店去庆祝庆祝 但是刚拨通电话 电话那头栗震生抢着说 先生你抓紧时间赶紧过来 小鸡快炒好了啊 马上出过快 林雨文言有些诧异 怎么在医败里吃啊 不是说好去酒店的吗 谁说去酒店了 他们几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球 非要让我炒小劫给他们吃 我也没办法 栗震生语气兴奋 哎呀 这个厨艺太好啊 也是一种烦恼 烦恼 林雨听到这话颇是无奈地摇摇头 行吧 那我马上过去 等了一会儿 大厅桌子上已经摆满了一大桌子菜 除了两盆热气腾腾的辣椒炒公鸡 还有酱牛肉花生 醋溜茄子等菜品十分的丰富 而不成百人图 胡秦峰朱老四春生秋满 以及五个宴草堂的高手也到齐了 大家粗庸在桌前 神情兴奋地聊着天 就连不成百人图的脸上也柔和了几分 这个时候 吏震声拎了一箱子酒从那间走出来 哎 跟你们说啊 这可是我藏的好酒 平日里我自己都舍不住拿出来喝啊 林雨这是笑了笑 接着坐到了桌子跟前 众人赶紧给他腾了地方 等到好酒之后 林雨招招手 示意大家先别急着喝 接着 他把有关玫瑰的事情告诉了大家 同时说明了 去长庆的凶险 他询问大伙的意思 毕竟就算是去长庆救人 也不只是林雨自己去 起码要听听众人的意见吧 听到玫瑰有难 栗震声立马一拍桌子 那当然得去救 人家可没少帮咱们 而且他是个好人啊 嗯 我赞同 胡秦峰用力地点点头 我胡秦峰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我知道 上次如果不是这个玫瑰带人救我们 我们能不能活着出来 还是个问题呢 我也赞同 不成声音冰冷 随手拨着手里的花生 嗯 我也觉得应该去救 百人图也跟着点头 朱老四春生秋满 三个人更是没意见 一边忍不住吃着炒鸡 一边点头附和 对 你们说的对 人家救过咱们一次 我们无论如何 不能见死不救的 纵然我们不是 万修和林霄赤足的对手 我想我们也应该去拼上一拼吧 但是 如果我们全都走了 那江岩我妈他们 可能就会陷入危险境地了 说着林语把昨天晚上血浴牌 以及猜测军情处有内奸的事 和众人讲了讲 众人听到林语这话 皆是神色一变 如果真如林语所说 那的确是个问题 谁也不敢确定 林霄师徒这招玩的 到底是不是吊虎离山呢 屋子里面原本快活轻松的气氛 顿时沉重下来 所有人都沉着脸 没说话 极力地想着对策 但是 想来想去 却是没有任何的主意 我们真的无法偷偷告诉他 让他尽快逃走吗 胡秦峰沉着脸问道 我可以派手下 去长庆告诉他们 林霄师徒肯定是早有防备 我们这一招了 既然他们已经发现了玫瑰他们 一定时刻监视着他们 只要是玫瑰等人稍有异动 他们就会动手 所以你这会儿通知他 反而会害了他 众人一声叹息 同时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脸色分外的阴沉 本集结束了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